這個 成堆的麵包一買就是上千元 包括前副總統吳敦一在內 不少民眾用購買力挺 因為拍攝阿扁飽受 稽查恐嚇之苦的黃姓麵包師 他現在正在煩惱 年底和房東解約後 該何去何從 因為他還有小孩 他有個小孩 然後他又住在這邊 那你看好要是做奉章附近的話 就是最好的 透露希望留在鳳山 藍營立委包括陳一鳴 黃昭順在內 忙著替黃姓麵包師找地點 延續一家大小的生計 反觀陳前總統行走自如 神清氣爽的畫面曝光後 這樣得到第八次延長保外就醫 到明年三月 請不要去影響到他的情緒 以避免他心理上的惡化 法務部長很關懷 甚至要求應該將阿扁當病人 而不是犯人 忘了他還是一位受刑人 我想這樣子的事情 對台灣人民的眼睛跟智慧 是一種侮辱 阿扁作為一個病人的身分的同時 其實他是犯了嚴重貪賭罪行的 一個犯人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烈的呼籲 法務部 你們必須做你們身分內 該做的事情 陳水扁是否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 萊營認為民眾心中自有答案 綠營停扁從幫忙清除干擾 到以法律背書人身自由 替從未停歇的特色聲讓 爭取操作空間 接著一些文獎 詹永軒 台報道